大家好,我是LuLu 厨房 讀小学时,婆婆经常煮红萝卜薯仔鸡汤给我喝 放学后,晚下沾沉,背着书包回家 婆婆会捧出一大碗简单朴实,营养充足的鸡汤给我喝 每次喝完都很满足,很幸福 一碗充满回忆的汤 有时候,胃口不佳,想不到煮什么汤的时候 我就超级推荐这款 喝都喝不来,做法极简单 材料有鸡半只,红萝卜一条,薯仔两只 不需要加入姜、杞子、红棗等材料 因为我回忆中的味道就是这样 浓郁而简单,口感变得太复杂 就和回忆不一样了 大家视乎自己的喜好去调整吧 超市一般有4-5种冰鲜鸡 三黄鸡、青软鸡、玉米鸡、桂花鸡等 40-90元一只 每只1-1.2公斤 保质期是6日左右 譬如今天是6日,你就买 生产日期是前一日4-5日那些 这个方法,你都可以判断到 哪间超市冰鲜食品较为新鲜 价格贵的,鸡味浓郁些 便宜的话,鸡味稍为淡些 走地鸡,因为经常做运动 肉质便是烟硬些 肉米鸡和三黄鸡,生活休闲些 喂食肉米次了,生活在桂花树下 肉质便稍微滑嫩一些 今次我会用清软鸡,皮薄,肉嫩,骨脆,尾鲜,低蛋白 若用价值高,记得去除肥油,内脏,屁股,剪指甲 用粗盐,将入面和外面洗,切净 再过一次清水 保留鸡皮,不飞水,软直落锅 汤头会更香浓些 但过于油泥,脂肪含量较高,不太健康 我建议保留一部分鸡皮,用姜飞水3分钟 然后再洗净,落锅 煲鸡汤,最好用沙锅,可以聚浓鲜味 冬水落锅,一定要加粥水 不要在中途随意加水 一只斤半左右的鸡,大约放2000cc的水 大火滚15分钟后,撇去表面浮沫 转小火煲2.5分钟 中途不要随意揭盖,搅围存气 汽跑后,鸡汤就没那么原汁原味 鲜味浓醇的鸡汤做好了 吃汤食渣,营养丰富 你也可以闹起鸡肉 用豉油,醋,辣椒油 葱,糖,芝麻 少许盐,少许鸡汤 调汁,一鸡两吃 非常鲜味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影片下方的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我的频道资讯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